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说浪漫主义反应是现实主义不那么对 浪漫主义的反应是只能叫非浪漫主义 对吧 我们经常说那个人比较浪漫 那个人不浪漫 只能这么说 不能说那个人很浪漫 那个人很现实 不是这么回事 这说明了 它和那个现实之间 那个是不对称的 浪漫主义有一些特征 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挺脱离现实的 挺脱离现实的 艺术这个东西 它不完全是现实的 它更注重的是心灵的 它的浪漫主义者 它做任何事 都要有一个比它已经有的更加大的空间 假如我现在是在这间教室里 但是我假如是个浪漫主义 我心中渴望的就是外面的白云蓝天 就是一千里外松林中的风生 一千里外山上的花朵 我要想这个东西 我必须需要有这么个空间 空间对我来说是必须的 我倒不希望我这个教室要多大 我也不一定要我的家有多大 我觉得那些把自己的家布置成很大的人 是很傻的 因为我隔壁就是义和园 我到义和园去 肯定比你的家要大一点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浪漫主义者一定要觉得 倒不是一个眼前的空间比较大 而要一个想象的空间比较大 那个想象的空间大到什么程度呢 要大到无限 他缺乏那个活动的空间 思想的空间 他就要生病 他就不舒服 他就觉得人没劲 所以呢 他不知足 他总希望自己能做 比自己的力量更大的东西 所以呢 他对目前手中所有的东西呢 他就加以贬低 所以这就是他脱离实际的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 那个人他看周围的人都是不顺眼 是吧 说你在干什么 吃饭 无非在吃饭 你在干什么 我在思考芭蕾 那你懂芭蕾的真谛吗 你为什么要谈芭蕾啊 他要问这些问题 芭蕾美啊 他觉得你真是太前 他一定要觉得你要回答到他心中的 遥远的东西 你说 你为什么要跳芭蕾啊 你说我在追求一颗心 有点意思 这颗心永远追求不到 然后他竟然有点意思 他说真的 那他觉得有点好具心 所以芭蕾舞的那个浪漫精神呢 是和这个艺术呢 那种 越来越倾向于心灵的艺术 这一点是有关的 所以当然我们说理想性是挺好的 没有理想性 人类是不会进步的 我们继续说起来 就是那个浪漫芭蕾啊 或者浪漫主义者 他有一个很注重一种人的心灵性 他和心灵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人当然有心灵的了 但是他也不那么本能啊 所以浪漫主义者 他是非本能的 他特别注重心灵 所以有个浪漫芭蕾舞 你去看 浪漫芭蕾就和以前的宫廷芭蕾 就是不一样 他特别注重一种心灵性 他不注重那种外在的修饰 实际上芭蕾舞你记得吗 在浪漫主义时代 他实际上已经走向简约了 只要从那个 我记得那一次有好几种改革吧 他就用一种最简约的方式 来表现出美 所以衣服就变得轻变啊 一百五十斤的那个衣服 一百五十斤的衣服就没有了 各种各样的豪华的东西都没有了 相反 他变成了一种白色 白色的衣服 蓝色的光 美女故事 整个布景也比较简约了 不那样复杂了 但是他的心灵性是提高了的 他那种芭蕾舞更加接近一种精神的艺术 他同样在伸张 同样是那个张开啊 但是他更带有一种虔诚的心灵内在的一种美的展现 而不是靠外面的布景的展现 他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理想 他在精神上更接近真善美 而不是物质上更接近于奢侈的标准 那么现在呢 这个东西变得更简约了 更集中了 而不是更扩散了 那么除了上面的特点之外呢 也就是说那个浪漫主义者呢 他对新的东西都很在好 对旧的东西 他就加以抛弃 抛弃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通心 是不是 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些新的东西的欲望 有 你们就年轻 没有 你们就不年轻 我们刚才说过了 人有两种自信 是不是上学课说的 一种叫做精化自信 一种叫流动自信 精化自信就是说 你的知识积累越来越多 流动自信就是你的想如飞飞的理想主义 浪漫精神越来越多 创新精神越来越多 所以人在15岁之前呢 那个精化自信 结晶体的精 精化自信和人的流动自信一起发展的 人过了15岁以后呢 人就只发展那个精化自信 流动自信越来越少 但是浪漫主义者却不一样 浪漫主义者更注重发展的是流动自信 而不是精化自信 他倒不一定要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呢 他却有想象力 他后来就是靠那种心灵的碰撞 人的一种无限的想象力 他找到对一种事物的满意度 你不给他那种心灵的空间 不给他那种把自己生命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想象 他就不能走向一种刀锋体验 你说那个浪漫芭蕾 基本上表现的题材还是向上的 鼓励人向上的 他这种向上性呢 就把人间和那个 人间的现实和理想境界拉得更远 而不是拉得更近 我们知道人都有理想的 就一般人的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 浪漫主义那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所以他对现实的东西呢 就觉得现实如此 但是我却欣赏的不是现实 我是现实遥远的地方 遥远的地方里面有一扇窗户 而里面是点着灯的 我要的是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可好玩了 我对你们现实之间的什么 简单的东西呢 是不过瘾 或者不够强烈 看到一般人弹恋爱 你这恋爱就弹成这样子 你还弹 所以看到一般人吃饭 你就这么吃饭 那你还吃啊 看一般人跳舞 你这舞就这么跳跳 手脚就这么动动 也就跳舞啊 那他要告诉你 你看到过仙女跳舞吗 你看到过那个九哥谬士跳舞吗 你看到过艺术家最高的舞蹈的灵魂是什么 你看到极致的恋爱 至少也应该像那个罗米尔 罗米尔朱利叶这样的恋爱 这常常恋爱 然后他要告诉你一些童话故事 什么玫瑰花是那个阿富罗蒂特的美少年 他的情人美少年 后来一爱上那个美神 后来就被野猪咬死了 他的血变成了什么 玫瑰花 他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真的送个玫多 你说一个 哎呀你真美啊 送你一朵玫瑰花 他马上说 玫瑰花我不要 那是那个阿富罗蒂特情人的血 被野猪咬死的血变成的 充满着血腥故事 他知识渊博 你别以为浪漫主义的没有知识 浪漫主义的知识比比皆是 你和他待一分钟 他就觉得很有才华 你比不上他 但是你受不了那种 对你很为人 什么 那个很没什么 很没人对 你看不惯他那个很没人对的东西 但是艺术有的时候就是高于生活的 他用这种很没人对的精神 换菜在舞蹈里 那就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呢 浪漫主义者有一种破坏力 这种破坏力就是他的反格是坏 很多人的脑子都已经被定格了 叫做格是坏 浪漫主义者做朋友是很有趣的 他能够去掉你脑子里的一些条条框框 他是专门破坏语法的 而我们一般人脑子里语法太多 你觉得真有才啊 这个人真有才气啊 什么叫真有才啊 按照我第一节课讲的三条就真有才了 对吧 但是浪漫主义的才不是这种才 它是一种反格是坏 反格是坏就是要把你脑子里 已经被格是坏的东西统统破坏掉 像苏格拉底一样 苏格拉底也有浪漫精神 那就是一看就是你有问题的 实际上太聪明的人 看别人都是有问题的 是吧 一看你怎么这么做事啊 不愿不对不对不对 你错了 那时候浪漫主义看 我看人觉得人家都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不是人家有问题 是他有问题 是他有问题 他有问题 这个就是浪漫芭蕾 我们就简单谈一谈 但是我们跟这节课主要谈的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主要谈的东西呢 就是那个 它怎么 怎么向现代芭蕾过渡的背景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到了那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那么它那个艺术 芭蕾艺术呢就走向独立了 艺术的独立 创造性的自我就产生了 产生一种东西 现代我 现代芭蕾 那么这里面也包括几层意识 第一层意识就是芭蕾有怎么独立的 然后还要说一说 它这个独立有什么意思 它那个芭蕾舞独立呢 是进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那个朝代 那个 这个时候的一种芭蕾呢 和以前的芭蕾很不一样了 首先呢 我们说它的喜庆精神消失 那个喜剧更加 更进一步的变成了悲剧 二十世纪因为它是多灾多难的时代 是不是 那个它起先就是一个打仗 1950 1906年的时候就要打 就有一种世界大战的阴云就造在 就笼罩在人们心头 我们记得弗洛伊德那个时候 弗洛伊德那个时候 好像就访问过德国 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人家问他 你觉得德国怎么样 那个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就说 产生过各德的国度是不会走向歧途的 后来产生过各德的国家是不会走向歧途的 后来德国还是吃了亏 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不听老人言 不听责人言 叫做什么 吃亏在眼前 这是德国 当时有个人就是和那个肖邦谈恋爱的叫乔治双 乔治双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 叫做我们离猴子还很近 人和猴子没什么差别 人活得很本能 那么弗洛伊德后来也反省 弗洛伊德就是人类得了病 文明得了病 所以他就去研究人的病态 弗洛伊德是不是娶了一个芭蕾舞的演员当太太 你们去调查一下 好像是 没有啊 所以第一个情况 就是喜庆精神消失 喜剧变成了悲剧 因为二十世纪多战多难打 世界战争 经济危机 1929年不是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吗 然后又是世界大战 那么这种形式呢 也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 那么在这个情况就出现了一部春之记 它解释出一个主题 要么你现身艺术跳舞而死 要么浮动现实 也就是把现实世界和艺术的纯美世界完全对立起来 芭蕾舞不仅动作有了改变 而且整个舞蹈理念都发生了变化 舞蹈开始独立 它的主题不再表现天性美古典美 而是表现原始主义 表现原始美 不妨往那个源头上去看 看看人究竟是什么 那么就是表现原始美 献祭是什么 就一群姑娘跳舞 跳到最后旋 其中的一个最美的姑娘 献祭给什么 献祭给大地的 换取什么 换取一年的平安 这就是变成一种双叶交换了 艺术表现的一种交换 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换出去 来换取那种平安 那么这样一种题材出现了 反正就是一种艺术的主体的地位 超然的地位就消失了 那个时候整个理念都发生了 被改变 主题不再表现天性美古典美了 表现原始主义了 那个时候的艺术家 是走在时代的前沿 他感恩了人的精神的先锋 大地屋本身也出现裂变 所以他这种裂变走向现代 他却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为什么会发生主动变化呢 因为艺术在西方 一直有一种 引领人类心灵的作用 所以艺术家 他走在时代的前沿 他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 你说美学吧 我们说美学 东方人和西方人 对美学的理解就很不同 我们说那个 我们的美学是放在哪里 叫做艺术欣赏 文学欣赏的事业里去考察的 那么西方人对美学 是放在哲学里去考察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学的基本含义 是纠错的功能 什么叫纠错功能 就是你看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这个最好的东西 就是理想类型 然后别的东西和它一对比 你就可以发现别的东西身上的缺陷 所以它是纠错的东西 所以要放在哲学里去探讨 如果你把美学就放在简单的文艺学 那个文学的欣赏里面 强调人的格调 强调人的那个欣赏的品位 那就是东方基本上这么做的 西方把美学当作一种 对社会的一切错误的纠正的高度来认识的 所以西方的芭蕾舞艺术家 或者其他艺术家 他对一种自觉的担负其时代的责任的 这样一种天命 你比如说比加索 他在战争时期画的那些画 你比如说芭蕾舞在那个时候 来那个春之记 当然另一种舞蹈也产生了 献祭的主题是20世纪芭蕾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 同样的题材有红林燕 也就是红武邪的 那个他也是一种 把喜剧变成悲剧的主题 同样一种献祭 但这个献祭不是人把什么东西献给神 而是芭蕾舞里面另一根神经 最敏感的一根神经给他拨动了 芭蕾舞里面一根很敏感的神经叫爱情 是吧 一种爱情 现在他就强调了爱情与那种 爱情与什么 与艺术的冲突 本来爱情和艺术应该是一个方向的 一个人与艺术化 他的爱情也就与缘满 但是孔武学这个剧本 却分析了爱情与艺术的对立 说那个一个女演员 他被一个作曲 两个人谈恋爱特别爱好 但是那个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个剧团团长呢 却反对 他认为你如果谈恋爱你就跳不好舞了 劝他和他分开 结果呢 他就真的去跳舞了 跳那个红灵燕 是不是 他那个跳到最后呢 那个他突然想起我不应该这样 我还是应该去找我的那个恋人 结果呢 他在路上出了事故 那么这个后来红灵燕呢 那个舞剧还是开场了 有那个作曲叫普德音乐 但是没有主人公 对吧 这样一个红灵燕的故事 他就深刻地揭示了爱情 和那个艺术之间的矛盾 他也是一种陷阱 但对象不是神 而是对爱的陷阱 假如说第一种陷阱呢 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斗争 那么第二种陷阱就是 那个艺术和爱之间的冲突 所以虽然这两部陷阱题材不一样 却从不同的角度呢 说明了意识和现实是有矛盾的 甚至和人的爱情生活也是有矛盾的 他或者是通过人的私人感情 或者通过那个人与社会 来获得了一种陷阱的主题呢 就勾画出芭蕾的 抹上了一个浓浓的悲剧的一笔 那么怎么来表现这个陷阱的主题呢 变化之一呢 就是把那个对天性美的强调呢 过渡到对原始美的强调 就不仅要表现美 还要表现现实 人不能从现实中完全抽象出来 所以这一点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浪漫芭蕾呢 确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浪漫就是要把人从现实中间完全抽象出来 那么现在呢 现实这么糟糕 每个人都受到他心灵的震撼 我怎么才能够抽象呢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证的时候 人怎么可以脱离现实呢 那么你去接触现实 艺术家本来是不在现实中生存的 那么现在接触现实 甚至就接触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的一面 野兽的一面 本能的一面 那样人生上的兽性被发现了 这就和艺术家唯美主义的艺术家 浪漫主义的艺术家 内心心灵的价值 构成了极限的冲突 极次的冲突 现实世界处在竞争状态的人的理念 而芭蕾舞从上精神艺术至上的理念 是背道而驰的 这种悲剧性 就使得芭蕾舞被蒙上了一种悲剧的色彩 这也导致它的主题 变成陷阱的主题 从天心梅过渡到了原始梅 天心梅和原始梅不一样 天心梅是谈好的东西 原始梅未必 天心梅只谈心灵的东西 原始梅谈的是疯狂野蛮欲望 从天心梅向原始梅的过渡也就意味着 人需要重新站在大地上 来审视欲望 以及由欲望所带来的灾难 这个转变呢 会让许多群众难以 许多观众难以接受 因为人好像有种约定俗成 我去看芭蕾舞就是去欣赏美的 但是我现在教你欣赏的是原始的东西 欣赏野蛮 欣赏丑陋 欣赏野蛮与极致美的冲突 宣传那个原始美与人性美的对立 那么所以这种东西一出来呢 人是不能接受的 觉得你把整个那个崇高的艺术都亵渎了 你弄得特别不好看了 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非常的深刻 他展示了人的另一面 哪一面呢 也就是对一种更强的 更善的 和神一样的东西的渴望 所以遭受一些挫折了 不仅激起了对美的 对丑的认识 同时也激起了那种更强的 更美的东西的渴望 所以它是一种双刃剑 我们经常说那个人生道路上 吃点亏吃点苦 也不见得就不好 人就是在挫折当中 长大的 如果老师给你那个生活在温室里面 结果你的作品会太甜 就是那个 辅充所不喜欢的 辅充就是说那个 那哈马尼诺夫的东西太甜 像糖水一样 不好 他不喜欢太甜 可见他的心灵一定是受过创伤的 辅充受过创伤的心灵 不喜欢太甜的东西 要么他谈古典族的东西 要么他谈那个不甜的东西 这里面可以回味的东西更多 假如你就是一直在温室里长大 你就会变得太甜 而失去丧失你的思想的深刻性 那么 所以巴雷误到了二十世纪 这种献祭的题材 不断地重复出现 不管献祭给谁 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叛 是对人类野蛮性的一种反抗 所以巴雷艺术呢 在二十世纪能够走到这一步呢 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